你好你好 我是小花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是 如何快速的找到我們免費的家具喔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的話都是入服的 終於我們今天要在我們的台服來給大家 展示我們這個關於風景男喜歡的東西了 然後今天呢我們的伺服器來到開服第三天 要在我們的一夫酒區的護花鈴喔 那為什麼今天要拍呢 是因為我最近在看論壇的時候發現其實還有蠻多的人 他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找家具 然後在全世界翻喔 如果你看過我前面的那個天香土豪的那個家具的 差不多算小大全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我們在滿世界去找家具 真的會蠻痛苦的 那有沒有簡單的就簡單粗暴的方式呢 是的 其實真的有簡單粗暴的方式 我們之前在拍的部分是因為 我覺得既然是生活檔風景檔比較有體驗感 如果我們都用了簡單粗暴的方式 好像就失去了那種 就找尋你想要的東西的意義喔 那這邊呢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是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發現如果我再不分享的話呢 我就常常在論壇阿 FB之類的我看到我就有強迫症 我很想回答你 因為我想幫助你一部分喔 今天有七皇哥哥還是一樣陪我們來找喔 不管在陸府還是台府 謝謝七皇哥哥陪我一起找家具喔 還有包括我們的坐標大全 好啦 如果你是剛剛這個進到我們的家園市場的部分呢 其實大家可以到我們的天香喔 天香超土豪的 天香他們的那個大本營 非常非常多的家具喔 然後就是我們的儀花 然後在我們的俠客島 我們的金湖 開封 江南 其實在那個每一個地方他們都有喔 所以可以進去晃一晃 那就是如果你不想這樣特別去找的話呢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 你在做主線任務的時候 看到地上那個紅紅的亮的 對 你在做主線任務前 然後先把等級 然後位到我們的41級 把家園這個任務弄一下 然後就開始做我們主線任務 路上會看到我們的家具喔 就是順便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要講的是快速 簡單 粗暴的 拿到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家具到底要怎麼呢 這個我今天才剛剛升上來 都還沒有特別去 怎麼說還沒有特別去擺喔 就大概擺了一下 我發現封測擺的那個部分 掃描都沒有用 然後我真的希望官方可以快點出客戶端 手機擺家園真的很難擺 尤其是手指太粗的人 你跟我要手指太粗嗎 好啦 我們要如何通過我們的家園方式 然後能快速的去找到我們要的家具呢 好啦 我們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看到這些都是還沒有辦法 就是拿到了家園的這個家具喔 像這些紫色的啊 有的是要通過買我們的時裝 像這個 這個的時裝都還沒有出啊 目前的沒有出 要買這套時裝附帶這個我們的 這個家具喔 然後紫色的部分通常都是需要 你可能前面全部收集完整喔 然後才會有這個 然後橙色這個 橙色這個就是要花錢 很簡單就花點圈 然後這個雕像的部分呢 就是通過打副本啊 所以還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玩家 我們的 二十八四十二十類的副本 當你等級升到五十幾以上的時候 是不是就不要打了 你至少要打到它的雕像 升級到滿喔 然後打完之後 你會不會就不想打呢 其實我在陸佛六十幾集之後 我就不打了 因為很懶 但是如果你是五顆或小小顆的玩家 又想要這個家園的資金怎麼辦喔 那就要去打 打完之後這個多餘的雕像 可以賣掉壞我們的家園的資金喔 我打超多我之前很認真打喔 所以我家園的資金非常的充足喔 還有在我們這個畫本當中已經掉了 我們不會穿裝備呢 它也能分解我們的相應的強化石之類的東西喔 所以要打還是要打一下的 然後包括我們看到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藍色部分呢分兩種 一種是我們的聲望當中 達到相應的一個聲望的關係 然後可以換到我們的圖紙喔 還有一個是我們的家園升到相應的等級呢 才會拿到我們的圖紙 因為這是今天剛剛開的家園 只有室外 明天才會有室內喔 所以 現在能看到家園部件不是非常的多 然後我就一股腦在那個找家具 發現我再不找 大家真的就沒了 所以趕快跟大家說一下 好啦這個白色的部分呢 隨著我們的升級 它就會慢慢出來了 這個白色的部分 如果你喜歡在家園做氛圍感的話 這個 這幾個特效都很讚 然後是那種飄 這個是 其實完全天上飄花瓣雨啊 然後這個是蝴蝶 對 在我陸服的家園是看得到的 然後這個是那種落葉 我很喜歡這個感覺 只是它現在還沒有到喔 它就是那個一個 那個相應的 關於我們的那個部分啦 那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這一些喔 那我現在跟大家說 是關於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 到底要怎麼找呢 好 往後翻 我這邊已經全部找完了 OK喔 綠色的部分 換一個 好了 接下來給大家找 如何找到我們這個 免費的家具喔 因為白色的 它就會自然就可以做了 那這是我已經找到的 好 我沒有文化 往後拉 接下來拉到綠色 看後面 然後這邊有很多綠色的嘛 白色是等級沒有到 你沒辦法用 藍色是我們的條件沒有到 那就剩下這個我們可以用了 然後我們要點擊這個 綠色的看到沒有 它是鎖著的 我們要去抄它的圖紙喔 再點擊圖紙 有沒有看到有個獲得的途徑 獲得途徑你要去點 大世界抄入 這個叫皇宮 就之前我們有任務到皇宮喔 包括我們的圖鑑 就是我們的地圖的部分 大家找不到皇宮在哪裡 找不到皇宮在哪裡 可以到我前面那個很長的 天香家具的那個最後面喔 他有教你如何去皇宮 這邊還是要感謝七皇哥哥 帶我們去遊皇宮喔 然後皇宮他其實是要特別的 他是要那個特別的寻入方式 好了我叫你撒在裡面 是這邊嗎 皇宮是在我要需要通過那個 皇宮外面的 皇宮外面的一個傳送到進入皇宮的人喔 這個部分當初我是 嗯我也不知道怎麼找 然後是七皇哥哥他翻來的 欸他不是要進去嗎 為什麼要出去 欸我超討厭他自動巡路的 因為真的很傻 然後他啊目的地在哪裡啊 你可以看得到 在我們的皇宮的千音閣 千音閣我記得好像就是 我們的婉兒他住的地方喔 好 好了超錄完畢 那我們看一下喔 然後他就超錄好啦 然後這個就超錄好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下一個 我們今天影片其實非常簡單啊 不會很長喔 那個再之後呢 我帶大家去抽一個 就是我看到賴群或是別人 他們在溝通的時候 然後大家有PO的一個關於 就是怎麼講 關於到底有一個那個什麼 呃有一個家具 他們說這個到底要怎麼抄 然後他們說要抄了好久 其實我跟你說 那個很好抄 而且很好笑 好啦我們現在要抄的這個地方呢 是在我們的 呃夜之秋他的天命的故事激活的地方 對 他這裡有兩件 左邊跟右邊喔 都是吃東西的喔 好多 好多 這邊穿完的話呢 我們還要往外走喔 再另外一個 就是狗幣 好像是狗幣 來 他這邊是澡盆那種 我是不是有點 超多了 我這是我第三遍 欸這是我第三遍 超家園的那個家具了 然後想死的心都有了 然後在旁邊這邊 好這是一個澡盆喔 然後很很大的澡盆 還蠻好看的 當你的家園生到第十幾十一隻的時候 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澡盆 有兩個 那不叫澡盆喔 叫按摩浴缸 然後古典室 這不是很近嗎 喔對 都快到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在找尋家具的時候 其實會到一些你沒有到過的地圖 然後這樣呢 你就不用特別在圖件上到處找 我們家的這個成員呢 他們真的有特別跑到那個地圖 去抄那個拓印那個墓碑 欸墓碑 拓印那個碑 然後還有去找我們的那個 像找那個座標大全的話 因為我有拍馬 然後家具的部分 我有簡單跟大家說怎麼抄喔 其實在做主持人任務當中 一定會經過一些家具的喔 就是如果你真的比較懶 你在做主持人任務的時候 就晃一晃喔 那尤其我們到這個等級的時候 像林英樓裡面的龜房 裡面也非常的多 然後我要進去看一下 好啦就是找盆的部分 最後呢來跟大家找的家具呢 是我們的 是我們的遠景的那個燈啊 應該是這個分類嗎 看一下 你看我還有這麼多沒有找 等一下要拍完啊 就要去找啦 我要帶大家去拍的是一個 它算10億嗎 我看一下 也不算耶 我們那個算 那個比較大家比較不知道 我們拍那個就好了 其他的 你們就自己想辦法 我記得是停燈啊 喔這個這個這個 喔不這個 被揍 往後拉 我記得那個是燈啊 還是我已經拍好了 還是我已經拍好了 嘿 難道我寧然路過閒的發荒 就把它給拍啦 欸這有可能耶 我可能那天路過閒的發荒 把它拍了 好啦在我們的這個 不管你的 應該你翻開 如果跟我現在說的一樣 這個綠色的 你可能發現你有 非常非常非常多 都沒有 沒有這個抄路的部分 所以要記得去抄路一下它 這樣呢 你可以在家園當中 可以擺設的東西就更多了 好啦 本來給大家找一個那個特殊的 那個特殊我來講一下 就是在江南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在 那個河中央的 有一個燈塔 還是燈塔 是應該算停吧 我這下子我也忘了 它那個停的坐標是84103 好像 84多少 有點忘了 反正大家會找得到 在抄路的時候啊 你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到那個荷花池裡面 然後沒有辦法抄路怎麼辦 那個燈非常的小 你只要想辦法 就它有一個很側的腳 是可以站的 你要跳上去 站了就可以抄了 那是我之前 抄路的最後一個家具啊 所以特別要注意啦 好啦 這就是我們快速的 簡單粗暴拿到我們 免費家具的方式了 那其他拿到我們家具的方式呢 比如說還有我們在 我們的市集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 聲望商店啊 每一個我們的聲望 到達一個相應的 這時候還有這個家具 有看到嗎 對 然後在我們的幾個 家園商店當中 哎 不如家園商店被做 在我們的圖鑑當中 也會有這個 加園的部分啊 隨著我們這個 鑑賞等級 什麼叫鑑賞等級 就是我們去拓印 我們找這個 我們的天涯制 地圖制 什麼之類的 所以相應的部分呢 你可以參考我拍的影片啦 就是這些東西 好啦 我是小花 謝謝你收看我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覺得我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按讚一下吧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麼下次再見啦 掰掰唷